其實很明確的啦 我覺得他是不會開放的 第一個我們現在施打疫苗的人數 還遠遠離這個群體免疫 太遠了 太遠 第二個就是說 就這張圖 趙先生現在這張圖 中南部現在幾乎都是零 可是你看像這裡嘉義 嘉義也是零 但是嘉義的翁商良心良心說什麼 我不要 我不要開放 他是零他都不要為什麼 很簡單 台灣就這麼大 一日生活圈 如果說今天 你台北市跟新北市 維持三級警戒 但是桃園以南都開放的話 那你以為台北市跟新北市人 我跟亮哥很久沒有一起吃飯了 我不會開著車帶他去桃園吃嗎 是形同虛設 所以呢 顯然 各地方的縣市政府的首長 他們的意見 應該就是在沒有疫苗施打完成之前 基本上可能真的就要犧牲到一個GDP 你同意他們的講法嗎 你先講你同意還是不同意 我跟大腦報告 我同意繼續維持現在的狀況 我知道這個跟您的看法 你覺得說這幹嘛 Foolish 但是賈博斯也告訴我們 Stay foolish 繼續保持愚笨就好 因為大家會怕 我提醒大家 新北只有78個Case 你78Case怕成這個樣子 我補充一句 大佬 因為非常尊重大佬的看法 也絕對沒有不尊敬的意思 就是因為您是醫師 你看的是覺得 這沒什麼好怕的 可是老百姓 庶民百姓他不一樣 他看到那個確診 他看到那個三天 就隱形確診離開 他會很怕 然後昨天我跟康哥在直播的時候還在講 記不記得北農的總經理跟大家講說 我們那個菜都不會碰到有沒有 結果有一個叫上下游獨立媒體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 他在什麼時候 今天是22號對不對 這是20號的凌晨 一大清早跑去拍的在北農 你看他在賣菜的過程當中 這樣有沒有群聚 你看這個人多不多 然後菜是給人家看給人家摸的 你今天跟我們講說不會摸到菜都包起來了 沒有耶 現實現場直擊看到是這樣 所以其實都是會摸到的 然後分莊員也會把這些菜拿了 看了以後賣了出去分 所以其實這個翁正熙 北農現在的總經理 可能不知道北農總經理是誰 北農是一個 然後我們剛剛錄影之前 北翼就是在建坛站旁邊 也是40人群聚 還有士林的長照 光是台北市就有這三大感染源 那台北市基本上那不可能降 他一定是維持 因為你說今天已經 明天要宣布6月28 是沒幾天 那台北市不降 其他縣市解除 那基本上就形同虛設 所以我現在的看法很簡單 就是說雖然大老你覺得說 這樣有一點點怎麼講 體人優天也好 或是過度反應也好 可是繼續維持下去的機率 應該是比較高的 但是疫苗要趕快到 趕快打 等到施打疫苗的到一定人數以後 我們就像美國那樣子 脫掉口罩看放煙火了 那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我查一下 我們疫苗我跟你保證 到10月底都還沒有覆蓋力 達到滿意的程度 那我請教你 雙腿要達到什麼數目 你才同意解封 告訴大家 我一句話佛音就好 78個 78個要降到幾個 不是 大老現在是 78個是一個數字 可是它的背景是 我們只打了6%的民眾 如果我們已經打了60% 再78% 那個民眾感覺不一樣 78歸78 我已經打過了 而且打過兩劑就不一樣了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紅內外大事